老朋友 明日一达 回大家吃我们的养花问题 今天是我的油画挥礼 叶子圈边 焦叶 干透焦透 这什么情况啊 没什么情况 老叶发黄很正常 它的生长旺季呢 在春天和秋天 一般夏季高温的时候呢 就开始出现这种干劲呢 就是你稍微缺过水 这个问题不大 好吗 像这种你掐下来也可以去牵擦 这个东西你就正常养就完了 该浇水的时候也得浇 你能不能那么干燥 你别总是等着干的 旱的不行了再浇 该掉的在你这个基础之上 稍微多来那么一丢丢水就可以了 一丢丢就很好了 再来一点点肥料 嗯 养的很好啊 别的没啥 像话说 这个椰儿为什么就肥了 这个椰儿啊 还是因为咱们这个积水烂根 你像兰花呢 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说 兰花的那个根啊 叫肉质气层根 不理解的话说呢 就想象成是一个大汗角 他喜欢在空气里面 喜欢这种透气性 比较好一些的这个土壤 一旦水多呢 就会导致烂根 就跟人一样 老是汗角老是汗角 再穿个鞋啊 或者说穿个袜子之类的 出现五脚啊 就会臭 哎 他就这个样子了 肉质气层根 那比较好理解 它在空气里面都可以生存 你像大家养到的一些兰花呢 大多都是富城兰 他就比方说野生的时候 岩石缝里边呀 朽木之上啊 一些个 斧叶堆里边 他就这种 根系是半软露在外面的 好吧 这个就水大 这样话说 你看我的中华木锈球是怎么了 问题又不大 不用太害怕 缺乏微量元素 该用肥的用肥 你像一般室外的话 我也是建议大家去用沸肥 好多话说老花 你不是不建议沸肥吗 你家里边住二楼 上面好几层 你用点沸肥 完了天 是吧 你楼房里边肯定是不适合的 你就即使是发酵 完全发酵复充的 他也招虫子呀 长草种子呀 也会得一些个其他的病菌 你像室外的这个呢 你可以用一些 沸肥是最廉价的 肥效是相对来说 比较全面的一些肥料了 好吗 不行就剪掉啊 让它重新长 别的没有啥 该用肥料了也就是 家话说老花一 你帮我整装一下 我的锤子墨里咋的了 生病了吗 哎呀 黑间一般都是说水大 不过问题不大呀 问题不大 你不长挺好的吗 正常养就行了 你不能拿着放大镜去看 你要仔细放大镜去看 任何一个花都没有好的时候 因为我这份 你猛一看是不太好的 你要个别的看 个别的叶子 它也是不好 你看下边怎么黄了 在那里 你别太过于纠结了 花一种 长得好就行了 家话说老花一 我又来了 比较茉莉 买回来开完一波花 修剪完 到现在一个月了也没长啊 感觉命不久矣 土是自家带的泥土 这个就有点椒苗啊 水大 缺光啊 通风叉 别的没有啥呀 你拿出去晒晒太阳不行吗 晒晒太阳 过段时间再来点水料 你别总是在屋里边去养它 不止一次的跟花 我们说茉莉啊 月季 智子这些个都喜欢光照 没有光照就换个花 家话说 我在某区区买的绣球啊 要不要洗根换土 还带着花包 种地上不就行了吗 全国各地都可以滴灾的东西 只要不强光暴晒 活得很好 你纠结了个啥呀 对吗 你说我要盆栽 盆栽你买个营养土的 买个那种泥炭土的 它差不了两块钱 便宜的跟贵的 根本就差不了几块钱 别纠结了 种地上嘛 好了 老花一 养花最在意 其他养问题的 视频要留言 就不设计点个赞 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来了